然後把這個圖 圖力把它去掉 圖力去掉就好了 OK 好啦 這樣子簡單一下一下 我們只要有這個效果 把它停止 當然啦 如果你想要多錄一些 可以啦 你就自己再把它錄 或者簡單試一下 好 那這個錄完之後 就把它直接執行一下看看 樞紐圖 執行 出來了 所以如果你要做到 把兩個二合為一的話 就是再加一個什麼呢 歷年切到折線圖 那兩個就把它扣 扣樞紐表 扣樞紐圖 就完工了 我看一下 這樣就可以收工了 這最後還記得嗎 應該可以 因為它這個錄製變module2 我寫在module1裡面好了 這邊的話就是 再增加一個叫 一個sub 叫 歷年切到折線圖 一個sub 然後這個叫 歷年切到折線圖 然後 就是直接怎麼樣 它怎麼沒有出現sender sub 然後呢 這邊的話就是 扣什麼 扣樞紐表 然後底下就扣樞紐圖 好 應該完工了 這個應該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吧 就錄完嘛 你這個ok了 那圖應該ok 圖好像比較簡單 好 那再來的話就把它兩個二合 有點二合一這樣的味道 最後呢 記得先把這個先刪掉 這個可能要手動刪喔 然後我們run的話 也可以從這邊run嘛 歷年切到折線圖 按一下 有沒有看到 這個有了 這個也有了 只是說圖好像會 位置好像不太ok 不過之後我們再講 這個我們先游 然後再來修改一些細項 這個就把它刪掉 有沒有 所以最後這邊就可以再多一個什麼 按鈕 叫 歷年切到折線圖 好 寬一點好了 不然的話可能字太多 叫 歷年切到折線圖 好 那記得這個要先手動刪掉 按一下 有了 有沒有 歷年切到折線圖 把它刪一下 按一下 歷年切到這裡 這樣子感覺好像就 欸 滿好的 就很多 可能要做很多動作 一下子就全部可以把它一個按鈕就完成 當然啦 我們有做三個圖 所以你同樣的方式 可以再錄製什麼 可能樞紐 樞紐錶 那個錶可能是各區的啦 所以可能樞紐錶二吧 然後第二個你就是把那個動作做一下 錄一下 然後改的部分都一樣 還記得我剛剛改的地方 我剛剛主要是改那個 可能比較難的地方應該是在 這個樞紐錶下方 其實我是把 Table Detention這邊的什麼什麼拿掉 然後刪掉的部分大概就是 這兩行跟底下的with到endwith 當然你那個with到endwith 第一個那個不刪也沒關係 不過我是覺得那個有點多餘 而且感覺程式這麼多沒用到 感覺有點像佔空間 而且看起來程式本來其實沒做什麼 就感覺很恐怖的樣子 所以我還是習慣把它刪掉 然後再來